12月,娱乐圈最近爆的大瓜莫过于是王力宏和李亮蕾夫妇离婚事件 网友还称之为蕾神之锤vs洪荒之力 虽然事件告一段落,但王力宏的声誉大大受到影响 各大商家和节目纷纷和他解约和取消活动 近日,自创品牌龙的传人,直播间也因一件衣服上了热搜 引来苏州博物馆发文辟谣,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之所以引来如此大的关注 是因为主播宣传服装上的苏秀是苏州博物馆研究所购买的古董所缝制非常有价值 后来,王力宏要举办演唱会,还把苏秀做成了纽扣 博物馆是搜集和维护历史上重要物件之处 所有的古董和展视品更是每个国家珍贵的文物 博物馆的持有物,绝对不像拍卖行的物件可随意转让 苏州博物馆得知不时后,立即在官方微博辟谣 表示没有跟任何艺人展开品牌合作,并且文物不可转让 同时,表示没有一个部门叫苏州博物馆研究所 从此事件看来,小编呼吁大家在吃瓜时去保持理性 同等的在购物时也要理智购物 以免被无良商家以夸大其词的销售手段而侮辱其手